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都在干活了 有没有回老家 当然回了 十一回老家 回广州了 在广州人挤人了吗 是有点挤 对 但是还好吧 因为到了放假的时候 其实城市里比较空 可能郊区更加满一点 都出城了 很多人出城去玩 对 他在广州 那就鹤立鸡群了 你就想不到 他老家在广州 他这么高 但你想 一见莲也是广州的 也是广州人 真的 我跟你说 就往往在一个地区 这庄甲如果普遍比较矮 偶尔长出一个 就特别出角 特别出角 真的 真的 就是广州有的时候 传统印象上说 不算出美女的地方 可是我告诉你们 我在广州七年 我就发现 越是这种地方 要是偶尔有一个美女 那简直是 国色天香 对 美的不得了 而且美的完全不像 他这个种族的人 你知道吗 你像他是吧 这长得像 我自己先对号入座一下 但是恋爱广州不是什么都好 最近就请你这个检讨检讨 你知道最近有人写开评论 标题叫什么呢 说曾经文文尔雅的中国人 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么暴力 就说最近竟然咬人的 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说那事 就是广州地铁 有点好像争抢位置 还是什么 就一个老人 跟一个年轻人 打起价来了 那个事 要说这年轻人真丢人 是吧 你28岁的小伙子 被67岁老汉 摁在座位上 就把耳朵咬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是怎么回事呢 俩人姐是因为座位 然后呢 本来都有座 然后呢 大概年轻人就抢先一步 坐在那 老人就拿出这个老人退休证了 一路骂他骂他 最后说火了 倒了一圈 这年轻人也还手 还手之后 67岁老汉 立大如牛 一口就咬耳朵 反正就是年轻人 也把老人鼻子打出血 而且拍的这个视频流传出来 引起很多议论 你闻到你就要看 你看这个老人咬了之后 一探头 你可以看看 我一直不敢看这个视频 旁边的人在干嘛呢 还有拍片的人在干嘛 旁边的人开始在劝 但是你知道一一件血啊 大家都不敢 大家都赏了 就报警嘛 最后是警察来 我听到的是说 好像那个报纸上 也有采访这个年轻小伙 然后意思呢 就是说 在上车的时候 这个老人呢 要插队 他就说了一句 这个老人说 你不要插队 然后呢 这老人就不高兴了 可能有点意思 就是说我老人家 你怎么 可能有点这个意思 然后上了车以后呢 其实老人也有位置坐 年轻人也有位置坐 刚好坐对面 然后 但是年轻人坐那个位置呢 好像是给老人 什么儿童 妇女那个专坐的 那个位置 可能是 好像是 然后所以这个老人 就不说 你怎么能坐到 这个位置上 然后那年轻人说 你反正都有坐嘛 然后可能两个人 就言语上肯定 没有我刚才说 那么客气 然后就刚 接下来的事 就如同您刚才说的 那样 暴力环节 我陈述了 对 就是 我一直在想这个事 其实坦白讲 我不是说这件事 而是我最近一两年 反复在想 我最近还写了一点东西 但觉得还要再想的细一些 对对对 就是到底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 对于暴力 乃至于甚至是杀人 的容忍程度很低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暴力 在人类文明上面 是一个不断的 被削减的一件事 有些学者会这么讲 就当然很多 是20世纪 是人类游戏以来 最暴力的世界 一颗原子弹 炸死几十万人 但是你 也有一些学者 做一些绝对数字统计 其实20世纪 这种因为暴力而死的人数 虽然有大屠杀 但已经是历来最少的一个世纪 为什么呢 因为平常的政权 比如说用酷刑虐待死一个人 或者日常打架弄死的人 的人数再减少 对 这就是说人类社会对于暴力 是越来越控制 越来越不宽容 而暴力呢 这个东西呢 它要启动起来 是需要一个机制的 你要到哪个点 你才觉得非打不可 要打才行 我觉得这一点啊 在中国的今天啊 变得好像有点倒退了 好像特别容易 就进入暴力状态 拔权相向 对 而且你注意有一些话没有 我觉得特别有一些 知识分子 有时候现在不是也喜欢打架约架 有时候我说我们何必这样 我们应该讲道理 但是也有些人就批评我太书生了 说有些人不打不行 我对这句话特别觉得有意思 就是什么样的状态 让你觉得不打不行 就这个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是说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我们要让这个人服输 我们要让这个人怎么样 你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然后你又觉得 为什么是要非要打 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那可能就是说道理 说不通了呗 就觉得 说不通不一定要打 就说不通就说不通了嘛 对吧 干嘛要打呢 那就算了 比如说在很多地方 或者中国 我们古人就说不通 但你谁都说服不了谁 那怎么办 我们接下来要想的就是 既然这个社会 是我们所有人共存的 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里 你说不服我 我说不服你 我们根本矛盾 但是我们都在这活着 怎么办 我们就想一个方法 怎么样让这么不同的人 都还能继续和平生活在一起 你知道他们就是 好像有一项调查 对于中国国民和世界各国国民的调查 比如说 说在各种人的各种修养素质里 你最重视什么 咱们重视的是什么呢 中国调查最高的第一是独立 你明白他填文卷啊 中国人接受调查 就说我最重视的就是独立 大概因为他不大独立是吧 最重视独立 其次是学识 第三是什么 我忘了 但是其他国家啊 最重视的 你想到吗 其他国家的国民填的 最重视的第一是有礼貌 第二是有责任感 就是说 你明白吗 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啊 你有没有多大学识 你有多大能力 跟我没有关系 对吗 那么我对你的这个人 主要就是说咱们之间友好不友好 你很讲礼貌 你显得很有教养 那么我比较重视这个 而且这两两组的德性之间 有一个有一个特质 一个人注重礼貌 注重别人的修养的 这负责任 这是强调的是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 当你强调独立学识 你强调的不是人跟人 是个人的东西 对个人牛不牛 我刚刚就是 不是国庆长假刚过吗 然后网上微博有很多人说 就是关于国人排队呀 或者是争抢的这种事情 比如说有一个外国人说 他说你看我们一同上船 那个船是有船票的 船票上是有座位的 他说为什么中国人要一拥而上呢 就是既然有每个人都有座位 你只要买了票就有座位了 你何必抢呢 因为座位已经在那了 你只要有票就有座位 其实我也有时候我也会好奇这件事 比如说飞机坐飞机的时候 为什么大家要争迁恐后的上飞机呢 不是每个人都有座吗 开始我不明白 后来我才明白 是为什么呢 你早点上飞机 你的行李就有地方放 中国人喜欢大包小包的 林林他不喜欢拖运 好多人都不爱拖运 比如说我爱拖运 所以我以前不觉得 为什么要早上飞机 但后来我会发现 就是说你仔细观察了 对你当你有这疑问的时候 你就会仔细观察 说为什么大家要争先恐后的上飞机 你就会发现 大家要把这个行李 放进行李架里头 如果你挽了上去 你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可能就要被迫托运 他不希望被迫托运 所以他就要抢 那可能是这种空间的恐惧感 对于中国人来说 因为人太多 我们总是觉得空间缺乏 这有一个客观原因 我倒觉得人口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人口多一定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先不说 其他合理不合理 单纯的人数多了 怎么都不大好办 你比如说你说 就像说排队 你好比如果一个中国人 他要是去排队 如果他发现要排一天 也排不到 那会出现什么 因为队伍太长 对队伍太长 或者说提供的机会 你比如说在华山 黄金周这个 机会太吸手 机会太吸 两个售票口 开始一进 俩售票口 那你说怎么排 对吧 而且你有时候 咱们说香港人 香港人一到深圳 就不排队 对吧 那我太有感觉 因为我这回 十一我就去了一趟香港 就是说 因为我跟我北京的朋友一起 我们第一次从深圳 我带着他们从深圳过关 然后他们就说 为什么大家一从 火车上下来 就到罗湖以后 从火车上下来 要跑呢 我说你你跑这一下 也许你就少了两个小时的排队 你不跑这一下 你就得排到两个 因为你等于是在一车人的后面去过关了 你起不得两个小时之后吗 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跑 为了能够排的前一点 但是呢 不会乱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只要我好好的排队 我一定能过关 怎么着我都能过关 所以虽然说会 可能说排的时间长 我会急躁 但是好歹我能过 但是对于很多中国人的感觉是说 我有时候好好排队 我老老实排也不见得用 能够得到那个结果 他就会着急 他就会乱 而且整个是这个急了 你说这个成语很好 就是争先恐后 争先害怕后 你看啊 这个相比之下 咱们觉得在英国人都说排队嘛 他有耐性 对吧 中国人现在越来 你比如说在华山 这个就是吵了几句 蹭蹭蹭就这么出 你想他当时这个神经啊 这个精神状态啊 是很急的 你平常在中国街上 你经常见这种 确实说不了两句话 叮光了五四就起来了 你比如说开车的人 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开车会不会这样 反正我身边有朋友 很多朋友就 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 就有叫做怒怒症 就一开车就开始狂躁 然后就开始骂 然后骂隔壁车 骂这边车 然后我因为我不开车 我就问我说 为什么你们那么急 他说因为你不打右转 比如说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不打右转灯还好 你一打旁边就开始加速 旁边车就开始加速 就你不打吧 你硬掰吧 搞不好他还没不加速 他还让你一下 只要你打右转灯 他知道你要转完了 啪就加速 就为了不让你 不让你转 在北京绝对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是两个状态 两个环节 一个环节是暴力的问题 就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 就达到废典 对 就别的国家可能说费点是100度 我们大概50度就够了 很容易就到达要用暴力的那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排队的认知 我们这里特别缺乏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排队是什么 排队是一种分配稀缺资源的最公平的方法 就是说当我当我就只有三个杯子在这 有十个人要拿 那怎么办 排队是最公平的 就排队完全不考虑你是什么人 不看你背景 不看你有多少钱 不看你你长得帅不帅 就看谁先到嘛 对不对 这是一种公平 排队是很公平的一件事 那有两种状态会让我们不喜欢排队 第一种状态就是你说的 三个只有三个杯子 一万个人要 大家就尽量不想排队了 但这还不是绝对的 我觉得因为在很多地方 你看到他分配给你东西很少 以前苏联也是 或者是很多地方 他们还相对愿意排队 但我觉得这里面还牵涉另一个问题 就是不相信他是公正的 英国人会排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他相信社会很公正 我去排队 为什么最后那个人能够买到票 我买不到 那我会很理智的相信 因为他比我早起 但在中国这 为什么我有票 你没票 你一定会说 一定是我不讲什么办法 弄到什么 所以我周这事就急了 就是因为 一开始就是因为老人要插队 然后年轻人说他了 其实就是在于说 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排队 都会看到前面的人在不停的插队 或者呼朋唤友的 说来来你在我前面 完全不过后面的这个感受如何 你一个亲戚在这站位了 你给十个人站一个位置 那你想想后面的是什么感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来自于您刚才说的那种 大家不相信这种公平 而且如果发生了这种不公平 我可以找人来帮我 叫什么主张公平 没有那样的一个可以来帮忙主张这个公平 来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公平的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比如说有人不排队了 有人要插队 那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找个谁来帮我解决一下这事呢 对吧 没有人能解决 那只好大家自己来 说你不行 你不行 然后那你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你是哪位呀 那这么一吵就吵起来了 这个所以他们管这个华山这个事件呢 网上都叫华山暴动 但是你要注意啊 暴动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暴动之前呢 发生了民众自助阶段 民众自救阶段 这个事情啊 对于我们解解析暴动学啊 很有意思 就当时啊 他这个等于公共服务瘫痪了 瘫痪了之后 到了凌晨到夜里12点 下不来山 下不来山 你就到最后啊 这个民众啊 有车的走下去之后啊 自动的 这也很感人 自己开着车 开车上来说 咱们接司机 就山下有车的 上我的这个车 因为下来 你可以接更多的人 就进入民众自助阶段 对 然后民众自助阶段的同时 就把他售票处给砸了 你知道吗 就说这个奋机 就会产生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跟管理啊 对 没错 其实就是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 当然我们讲文明啊 等一下可以再讲 什么叫文明 但有时候其实不跟文明无关 是你社会公不公正 你的管理到不到位 你比如说 我常常讲一点排队 怎么样可以排的好点呢 其实你有很多方法的 很多人说到了香港 发现香港排队都是中国人 好像比大陆好点 其实呢 是因为他在排队上花了心思啊 对对对 对不对 对我这回 我就会过关 我就会感觉到 比如说 你一到香港这边过关的时候 他就会给你画了一个这样子 就是不停的绕 不停的绕 其实你一直在走 但其实你就在原地的兜圈圈 对 但是你因为你一直在走 你就觉得很有希望 你就在行进中嘛 对不对 你就会给 你只要人有希望 他就会 他就不会那么暴躁 他就会安静 所以很多主题乐园 很多国外主题乐园 你要排队进场 排队进场 他那个排队过程 设计成各种展览 那就让你没闲着 你觉得我还在游玩 那你就不会心理暴躁 这个就是人性化服务了 对 所以也是中国人娇气 需要这么伺候 但是你要说是英国 艾文 我印象很深 你记得吗 咱们奥运会 开幕式 英国 那结束了以后 我的天 我当时觉得 这个国家跟中国人 真是不一样 那么多的人 等着坐地铁 坐火车 黑呀呀 我觉得一个 塞满一广场的人 就一声不吭 就在那站着等 那太有耐性了 等也是长达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的等 那确实厉害 分批分批的 但是你看警察 一栏一条线 大家就在等着 英国人 你说 但这个英国人 有时候 有一种很奇怪 这个我不太喜欢讲民族性 但有时候 说不定还真有这回事 他们向来以镇定 为做教育的一个标准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才叫绅士 就等于德军轰炸 炸的这房子怎么垮了 然后他们逃难 还是这么走出来 漏了灯拐杖 然后前几年伦敦地铁爆炸案 我那时候看了也觉得很惊人 甚至有点感动 看伦敦地铁的恐怖袭击 那些乘客逃难出来 逃难什么逃难的概念 就看到一些人穿着西装 慢慢走出来 头上流着血 还继续慢慢排着队 一个一个出来 真的 这就惹起我一个老话题 我就觉得东方民族 咱就说中国人 包括台湾人 我都觉得感情之充沛 之没有节制 你在任何电视节目上 都看得出来 甚至于他们讲说 中国好声音 不是学这个The Voice吗 那天我好歹还真看了一回 The Voice 是确实完全是一模一样 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说 如果人家只是哽咽了一下 我们就已经不绝于地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民族 就是这个哭 就要讲究一个情感的痛快 要哭啊 就热泪奔流啊 好家伙就哭 就七孔流泪 所以说你看怒也容易啊 一言不合 全都就打你鼻子鞋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接下来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百态众生万象 清新百老汇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船长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你看北京人老说一句话说 嘿我这爆脾气 对 你觉得你看你也到外国去 你觉得中国人脾气爆吗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到了国外去 脾气就不爆了 就是声音大点 这就对 当然除了声音大点之外 我是真的觉得这个环境 其实是会影响人的 就比如说我们在这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不是那么守规矩 到了国外去 他就可守规矩了 在这不排队 到国外去就可排队了 但中国人有一个特性 我觉得引以为傲 但是也要引以为借 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我们个性都比较的灵活 就是我们对很多事 包括对规矩的应用 我们都很灵活 比如说我妈妈 我妈特有意思 她去美国玩去了 跟她姐姐 就是我大姨 两个人去美国玩 然后他们去买咖啡 然后呢 说是好像是怎么个 凑三杯就能够 就能够省一杯的钱吧 然后旁边刚好 也有另外一个中国的阿姨 就说那我们三个人买 怎么样的咖啡 我们就省一杯钱吧 然后我们就去 他们三人就买了 但是呢买的时候呢 也让人看见说 我买一杯 他买一杯 他买一杯 然后人家老外呢 就非常守规矩说 你这是给你的 就必须交到你手上 就不能交到他手上 就是类似于这种 那我妈就觉得 你这太 太死板了 太死板了 因为他们三个人 就想只派一个人 去拿咖啡 拿不了 就必须三个老太太 都到前面去拿咖啡 人家才把咖啡给她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就 我妈回来就跟我说 你说这老外 这死脑筋 怎么怎么的 刚才他们都见过 我们三个人 就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也不肯把咖啡给我们 怎么怎么怎么的 就是不行 死活就是不行 然后我就跟我妈 讨论这事 我说这搞不好 也是一种好事 人家有规矩 就一直守到底 如果你什么规矩 都有变通 都这个呢 就很容易就像 造成那种 所谓不公平的 可能性 你还说这个 让我想起 你叫前一阵啊 有个单位的 这个司机师傅送我 你知道北京 就是六点钟 上下班高峰期 从西头到东头 这平常我得 堵两个小时 你知道吗 这个司机 最后送到我家 半个小时 我最后称他 我说你神 你知道吗 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北京 他太牛了 你知道吗 他开车 他说我告诉你 你不能一直在主道上走 你一直在主道上走 不就堵吗 他说你看 蹭一下我这出来 出来到辅道 辅道什么时候又进来 然后他说 你这可以超过去 什么时候进来 然后那每一个 电线杆子的摄像头 他都知道 他说这玩意 得钻研业务 他说平常那时候 他这拍不到 你看这拍不到 蹭一下就 他这拍不到 他这的摄像头 平常他只能拍到 这个地方 他拍不到这个地方 还有一路跟我讲解 就是 你知道你不用塞在车流里 我才知道 你可以见机形式 见缝插针 只要没有摄像头的地方 你全可以违规 而且他这沿路的敌情 掌握的 最后还微在歉意 说今天这真是车有点多 要不要更快 所以你看 这是中国人的优点 我觉得 就是聪明 聪明 对不对 然后懂得变通 但是那是 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 你就会出现 大家都不守规矩的情况 但这会牵涉一个情况 就是比如说有个 很有名的荷兰 德国的社会 实际上伊利亚斯 他讲文明是什么 讲得很好 他说一个社会越文明 就表示对一个人的个我 自我束缚越多 越要考虑到其他人了 对他人的责任越多 说一个文明 越是文明的时候呢 他这个人呢 越要束缚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冲动 如果从他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其实就不太文明了 真的是 我们活的痛快 对痛快 就重要自己痛快 不太考虑到别人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